无论是走近还是离开,都是因为缘分,有些人注定会与我们相遇,而这其中会有一些贵人、小人和陌生人,每个人都在我们的人生中教会了不同的道理。 然而,缘分的消失意味着我们必须与不同的人告别,这其中会有亲人、朋友和过客,但无论是谁都不能陪伴我们到老。 古人曾经说过,天下无不散之宴席,人间无永恒之缘分,这意味着缘分终将会消逝,我们需要遵循一个原则,要珍惜那些仍然留在我们身边的人,而那些逐渐离开的人,应该果断地断绝联系,以免遭受伤害。 当人们变老了,就应该与那些属于以下四种人的缘分切断联系,因为太多的孽缘会对我们造成伤害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肖默国学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,要跟藕断丝联的前任斩断缘分。 不少人结婚后,仍与前任有牵扯,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是不良的行为,既然没有缘分在一起,为何不果断结束呢? 很多人都顾虑重重,认为与前任曾有过深厚的感情,所以不必如此决绝。 然而这种想法往往导致一个结果,你不狠心对待别人,别人就会对你狠心。 当你四五十岁时,那些与你仍有着纠葛的前任会联系你,或向你诉说困苦,或向你求助,你会如何应对呢? 根据大多数人的想法,他们会选择帮助前任,甚至借钱给他们。 这时,别人会觉得有机可乘,以你情感深重的特质渐渐掌握你,说得直白一点,那些早已与我们划清界线的前任主动找到我们,往往怀着不良目的,很有可能想给我们制造麻烦。 预防为主是明智之举,与前任断绝往来并非狠心绝情,而是对彼此人生的尊重。 另外,国学观点对此话题也有一些有趣的见解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的自觉、自立和道德价值观的培养,尊重彼此的婚姻和家庭,以及对自己和对方人生的尊重,被认为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,不断纠葛于感情的过去,可能会对当前婚姻和家庭带来负面影响,违背了道德伦理。 因此,国学观点主张要果断放下前任,净化心灵,专注于现在的生活和人际关系,以获得更美好的未来。 要跟不再相见的童窗斩断缘分。 到了中年,许多人都有一个想法,联系那些十几二十年未见的老同学,搞一个同学聚会,约他们线下相聚,重新联络感情。 这样的同学聚会真的有意义吗?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,大家已经十几二十年不见了,为什么还要相互打扰,相互搞事呢?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,所谓的童窗,在毕业时各奔东西的那一刻,就注定只能变成陌生人了。 也许,在这辈子里我们就不应再相见,因为再次相聚也只是陌生人相遇。 说得直白一点,当时在读书的时候,大家并不是很熟悉。 怎么能指望十几二十年后再相聚就能重新建立感情呢? 最初就没有建立起任何感情的基础。 对待不同的人,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态度,那些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系的老同学,我们应该珍惜他们,而那些早已失去联系的人,我们就不要再去找了。 在这个忙碌的时代里,大家都很忙,没时间去玩弄虚假的情感,只要真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。 此外,国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观点,例如,论语中的君子之交淡如水,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应该以淡然的态度来对待。 不必过多期待,又如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强调了一个人要先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,而同学聚会可以让我们通过相互交流,共同进步,提升个人修养和学识。 综上所述,同学聚会可以是有意义的,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的老同学,而对于早已失去联系的人,我们可以以淡然的态度对待。 无论如何,珍惜真实生活是最重要的,国学的观点也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有趣的思考,要跟反目成仇的亲戚斩断缘分。 有人曾经说过,亲戚就像是一群熟悉而又陌生的人,熟悉是因为我们与亲戚之间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,毕竟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,然而陌生也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生活,在除了节日之外的时间里,我们很少有机会相互交流。 亲戚这个群体还有一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喜欢互相攀比,他们会看到你后立刻与你比较谁更有钱,谁买了房子和车子,谁的孩子更出色,然而过度的攀比只会导致亲戚内心的不平衡,既无法为他人的成功而感到高兴,又会极其嫉妒他人,当你过得好的时候,他们会对你产生仇视之情,而当你过得不好的时候,他们会哈哈大笑。 正如古人所说,门前拴上高头马,不是亲来也是亲,门前放根讨饭棍,亲戚固有不上门,这是对利益和财富重要性高估,而感情重要性低估的年代,那些总是注重感情的善良人,通常都会受到伤害,因此,及时地切断那些无意义的亲缘关系,是明智之举。 然而,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亲戚之间的重要性,国学中有许多有趣的观点,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处理这种关系。 例如,在孟子的思想中,他提出了三限之说,吉子财,恩,零,三种不同的献给亲戚的方式。 首先,财的献给是指经济上的帮助,尽管过度的攀比,会导致关系破裂。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经济上的赞助和援助对人际关系的重要性,如果我们有能力,可以适当地提供帮助和支持,这样可以拉近亲戚之间的距离。 然而,孟子也提醒我们要避免财富之间的攀比,而是要真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亲戚。 其次,恩的献给是指情感上的关怀在国学中。 强调亲情的重要性,提倡亲情的传承与维护,我们应当珍惜与亲戚之间的情感纽带,为彼此带来关心与温暖。 不管彼此的经济状况如何,亲情的献给是最珍贵的。 最后,您的献给是指亲戚之间的彼此认同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家族观念十分重要,亲戚之间的互相认同和尊重都会增进彼此之间的联系,尊重亲戚的家族传统和价值观,使大家能够更好地交流和理解。 要跟匆匆而过的过客斩断缘分。 网路上有个段子很有意思,你总是自以为认识很多朋友。 人脉广泛,但当你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时,你会发现通讯录中除了父母外,没人会帮你。 只要打开微信通讯录,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,加了几百个好友,能谈心的或许一个都没有,加了上千个好友,能交谈的可能不到十个。 这正是古人长谈级的朋友变天下,知己己人,在这个时代,我们甚至连普通的朋友都难以遇到,所欲之人都是毫无感情基础的过客。 通过一次饭局认识的人,是过客,不属于人脉。 通过一次活动结识的人,是过客,不属于朋友,通过工作认识的同事。 是过客,不属于人脉。 真正全心全意爱护我们的只有父母,真心爱我们的是家人,能在关键时刻帮助我们的才是知己。 至于其他人,无论他们存在与否,对我们的生活都没有任何影响。 对于身边的过客,我们选择井水不犯河水,不再交往,互不干扰,各自尊重,已经足够了。 此外,我们也可以从国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。 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曾说过,三人行,必有我师。 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身边的人中汲取智慧和启示,因此,在与过客相处的过程中。 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一定的收获和体验,学会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他们。 同时,国学中也强调了忠诚、友情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。 我们可以借鉴这些传统智慧,去培养和珍惜真正的朋友和知己。 因为只有真正的朋友和知己,才能在我们需要帮助时给予真正的支持和帮助。